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的RTX5090在未来一段时间无疑将是一款强大的GPU 部分原因在于为其提供动力的巨大G22晶片 据MegaSize GPU此前爆料,该晶片的尺寸达到744平方毫米 RTX5090的晶片尺寸相比,RTX4090的AD102GPU将大幅增加22% 这可能会推高价格,无论是对于挥达还是最终消费者 传闻挥达,Blackwell RTX50系列桌机 GPU将采用台积电的4np节点的5nm工艺 这是Ada Loveless架构RTX40系列所使用的4n工艺的增强版本 这一工艺节点预计将带来30%的密度提升 但对于RTX50系列来说,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完全准确 无论如何,744平方毫米的晶片尺寸已经接近眼膜尺寸极限约850平方毫米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汇达在其资料中心Blackwell B200晶片中采用多晶片设计 但考虑到高昂的封装成本等因素 显然这种设计对于捉机产品并不可行 爆料人士称,RTX5090的G202GPU尺寸为744平方毫米,即24毫米乘31毫米 而整个封装尺寸为3528平方毫米,即64毫米乘56毫米 封装封尺寸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它们包括了晶片本身 以及电容器、电阻器和其他结构材料 无论如何,RTX5090将是自2018年以来市面上的最大晶片尺寸的消费级GPU 根据这一泄露讯息,Turing依然保持其王者地位 因为TU102的RTX2080 TiGPU仅比G202大10平方毫米 挥达总是在其GPU中构建一些冗余部分 因此顶级RTX5090解决方案可能并未完全启用晶片 通常情况下,完全启用晶片的Prime晶片会保留用于资料中心和专业GPU 据称,完全启用的G202晶片提供192个SM单元 根据当前泄露讯息,RTX5090拥有88%启用的G202晶片170个SM单元 这与RTX4090完全吻合 后者也被限制在88%,即144个SM单元中的128个 据报道,RTX5080被严重削弱 即有84个SM单元,因此其晶片尺寸可能大约是G202的一半 挥达很可能将为RTX5090承担高昂的制造成本 但这无疑会转嫁给最终消费者 预计RTX5080和5090 Blackwell显示卡之间的价格差异会非常大 最近泄露讯息称,执行长黄仁勋将在CES2025上首次亮相 挥达旗舰RTX5090和RTX5080 GPU 随后主流的RTX5070和5070 Ti GPU预计将在第一季度晚些时候推出 随后是预算型的RTX5060产品 在此背景之下,12月底据称是回答NVIDIA最新的GeForce RTX5090显示卡的PCB影像 在ChicTel论坛曝光,显示了RTX5090显示卡所采用的Blackwell G202 GPU面积 与近日传闻吻合相比上代大幅增加 同时还配备了大量的GDDR7显示记忆体 由于曝光的PCB上没有任何回答品牌 这表明它可能属于第三方供应商AIB参考设计 根据VideoCards的说法 PCB右下角的标记表明它是基于灰达G202的PG145版的PNY型号 虽然影像只展示了未焊接元件的PCB 但是从PCB版面上对于相关带贴桩元件的预留位置来看 GPU将采用DGA封装置PCB的中央 之前的讯息显示 RTX5090将配备G202-300GPU 并将在170个SMS中包含总共21760个CUDA核心 显示卡的时迈频率预计接近3G 在GPU的周围还预留了16个焊盘位置 这也意味着RTX5090可能将配备16个GDDR7显示记忆体 预计总容量高达32G 但也有可能达到48G或64G 具体要看使用的单个GDDR7模组的容量 因此预计将通过512位元总线接口提供单个GDDR7高达28G BPS的速度 也就是说可以提供1792G每秒的总频宽 与现有RTX4090GPU的1008G每秒 频宽相比有了巨大的提升 显示记忆体容量和频宽的重大升级时 GPU成为4K和8K游戏 AI应用程式和专业内容创作等要求苛刻的工作负载的动力源 值得注意的是 与其前身GDDR6X相比 GDDR7显示记忆体有望带来更高的资料传输速度和更好的能源效率 GPU和记忆体应在PCB上具有大约30个VRM相位和超过60个电容器 对于这种尺寸的紧凑型PCB来说可能需要很大的功率 而且看起来电源是由基于最新12V2×6标准的单个16振连接器提供的 单个16振连接器可提供高达600瓦的功率 第三方制造商可能会推出带有双连接器的超频版本 以满足寻求最高效能的发烧友的需求 12V2×6电源连接器是作为有争议的12 VHPW2连接器的替代品而推出的 后者曾导致RTX40系列GPU烧毁 希望回答这次能做好更好的准备 以避免类似的问题 进一步放大PCB会发现PCB的型号为 PNT5090 V1.0 后面还有一串序列号10010145DFAA A02 RTX5090将采用两种底板设计 PG144和PG145 SKU30 前者是Founder's Edition卡的参考设计 而后者是BIB模型的参考设计 另外此前泄露的规格表明 RTX5090将采用Displayport 2.1A 这是对辉达自2016年以来一直使用的老化DP1.4A标准的重大升级 新标准支援全屏宽UHBR20规范 资料传输容量几乎是其前身的三倍 这也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大显示功能铺平了道路 例如240Hz的8K解析度 甚至使用DSC的60Hz 16K解析度 除了Displayport的进步外 RTX50系列还将成为挥达首款支援PCIe 5.0的消费类GPU系列 将外部频宽翻倍至64GT每秒 虽然这种增强功能在游戏中可能产生的好处很小 但它可能被证明对非游戏任务有利 例如AI工作负载和多GPU设置 总体来看 业界均预计RTX5090将在CES2025期间正式亮相 可能会与RTX50系列的其他成员一起亮相 如RTX5080、RTX5070、TI和RTX5070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 RTX5080将首先会在一中旬月推出 RTX5090紧随其后会在1月底或2月初推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随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坎坎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